在花莲台八線中橫 这个部分白沙桥路段 因为苏迪勒台风 造成路基缺口长80公尺 那么宽也有2.5公尺 深15公尺 所以像这里的西宝 还有洛少两部落族人 现在是没有办法回家 台八线中橫公路指标 181.3公里白沙桥路基 遭冲毁约80公尺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滚滚洪水 为了避免危及民众安危 除了工程人员之外 警方强力禁止人车进入 不过这路段之后 对往返依赖这条道路的西宝村 还有洛少村两村居民来说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方便 而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 也赶紧派出机具进行抢修 预估13号中午12点 可以单线通车